您如果还是抱着说 我们失去她 我就什么都不行了的话 那就更没有希望了 这两种选择之间 您难道不明白吗 明白 既然您明白 您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们 您第一 不会去骚扰她 第二 您会尽量地调整自己的身体 您要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哪个女人敢跟您 在专家的全说下 杜先生终于态度缓和 表示不会再采取过激的方式 以免对杨女士造成压力 此时刘月星老师 对杨女士提出了一个方案 至少再给她一个观察期 对不对 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是吧 没有反动期 这个让她自己来考虑 因为你毕竟跟她们 不在一个单位工作 是吧 你们在一个单位里边 这么长时间了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从我这个角度 我这个年龄 我来看你们这种事情 我就要把这种 你们的工作环境 因素要考虑进去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极端主意 没关系 当然我们批评她 好吧 给彼此一个观察期的方案 我们并没有立即告诉杜先生 因为在此方案实施之前 杜先生需要认识到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您的女友改变想法 说重新尝试认识您 那是她的选择 我们祝福您二位 如果她要是不改变主意 那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下去 您明白吗 这个主动权并不在您手里了 我想这话我也希望 对天下所有曾经在亲密关系当中 有暴力行为的男性 你们的过错 是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挽回的 不是一句对不起 我将来保证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您只有被动地调整自己 满足她现在的诉求 才有可能发生变化 好吗 明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